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今天在桃园点燃战火 在射箭赛方面高男团体赛 台北市的栗山高中设效了对时手金 高女组则是由传统名校新竹高尚丰厚 台北市栗山高中射箭队在今年桃园全中运大放光彩 男女生都闯进了团体冠军战 最后男子队以201比196击败了地主永丰高中 成军不到10年的栗山射箭队设下孝使手面金牌 我们也是跟田径队手球队互相浪场地 所以我们练习的时候也是比较客难 15个人也要挤4个把 所以我们就平常互相练习量也是慢慢的增加 尽管栗山女子射箭队最后输给了新竹高商 但是他们同样缔造了孝使最佳成绩 而且栗山高中位于台北市内湖区 练习环境受到了限制 能够养出神射手确实不容易 高女主射箭冠军由新竹高商拿下 即使他们是传统名校 但是学校没有体育班 近几年都是从一班生选才 没有办法选才 就变成说有兴趣的孩子来 我们就帮助他 尽最大的力气帮助他 那孩子只要肯认真 品性保持在一定的水中 我觉得成绩应该都还是有机会可以赢人家 新竹高商二年级的林明杰 拉宫射箭不到两年 但他聚精会神 架势十足 很难想象他原本是一直要跑来跑去的卡巴迪选手 射箭比较紧 要很稳这样 然后要一步一步慢慢来 从推墙到拉橡皮蛋 到拉弓才可以到现在射箭这样 所以要一步一步一步来 今年高中男女团体射箭冠军都换了学校 高男主主委高中五元三连霸 香山高中则是中断的三连后 这对国内射箭运动来讲 新的刺激如箭再旋 良性竞争才能再突破 UDN TV 许家龙 杨芸芯 桃园报导